《国ử 天赋产品》 是指引主改善政策宫 是所谓建立自己家庭 大家要知道 大幅是用三十万以下 三百千以上 什么是批文化 批文化的概念 就是租给人民百姓 最穷的一百二十四块月租 有些地方它甚至都考虑卖三十五千 把柔和中有欠价的屋子 一些地方 35,000 Render 124 Ringgit per month As compared to So-called affordable homes 300,000 These are entire different skills 所以不要呢 又再混淆说 Oh 我这个她慢慢去 过去SB接料 我解决问题 但是你苹果跟橙是不能拿来对比 所以如果我要讲 我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讲 但这几个他应该很清楚的做一个交代 因为以为人民百姓不知道 你到其他的城市也有BPR BPR就是124块租给最贫穷的office boy 只有一千块收入的 有孩子 这个房屋地方政府部这么多年来做了很多BPR 这一个Taman Mantis的部分之间也做了这个BPR 所以我说今天他把这一个冯金一般买粮 一下子说我现在做了 但是我做的东西是完全是高价的300千 跟这124都不一样 这一点我觉得他始终都要拿出一个证据说 到底呢 他做的这个SBGNR呢 在这个SBGNR做的屋子 是不是跟之前这个概念124块出租的 他必须解释 这个东西其实是民间组织一开始就开炮了 大家都觉得很不满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奉献的林冠宁虽然比我连长 叫他沉得住区 在这个问题上好好的应对 把这一些关键点都克服 那么做一个清楚的交代 那么人民呢可能会重新的信任他了 但是反之如果他这些一直找出其他的借口 其他技巧呢 一直的说三道四 或者把一些责任推给他啦 又推给他 只有你对别人一定不对 所以这种心态是要不得 我只有奉献林冠宁 不要一错再错 将错就错 只有别人错 自己没有错 这个是林冠宁必须要去接受的一个借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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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